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導電膏 這個導電膏 稍微看一下 那它的重量呢是100克 然後呢保存極限可以到5年 你們會問我說電腱要怎麼做一個保養 那電腱的保養不外乎說外觀的差勢 清水的沖洗以外呢 其實呢我們往往呢卡顏的部分都是在這個 電源孔這邊 那在還沒開拍之前我已經有上過導電膏了 它上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這個是像牙膏一樣 那你家裡如果說有腎的牙刷 用腎的 就稍微加一點在上面就好了 用量取決於個人 那其實我是要表示說 它的這個導電膏 因為有時候我們電流在跑的時候 如果電阻越高的話 就是說殘雜物質越多的話 它會造成升溫的效果 對電池類都不是好處 那這個直接做一個擦拭就可以了 好盡量是這個直接電源孔這個 直接把它拔掉 直接把它拔掉 我們可以做一個直接的一個擦拭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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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你們會說這黑黑的好醜 那你們過一陣子 譬如說我們釣個兩三次之後 拿個衛生紙 稍微把它擦一下就好了 或者是說我們一般的一些餐巾紙擦一下就好 齁 這個是電源孔的部分齁 那我先放旁邊齁 導電膏的效能有很多 OK來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鋰電石 不管你用是鋰電還是千栓無所謂 這個電磚頭是一定會有的 齁 那我們一般回來呢 因為這邊的頭我剛才已經上好了 齁 這個是上好錢 這個是上好錢 齁 啊這個是還沒上 那基本上它的電磚頭就是在這邊 直接做一個擦拭就好了 齁 有效呢 提供它電阻的流通率齁 齁 擦好之後呢 也不用怕它生鏽 因為我們在擦的過程呢 就會把它青銅清下來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鎖起來就好了 OK這個是第二個部分齁 那第三個部分還有什麼功能 我們的鱷魚甲 我們一般電捲 它一定會有一個鱷魚甲 就是我們電捲的這個 它的這個電線齁 那我們大部分呢 都會忽略它 忽略它就會生鏽 那這個部分呢 這條也是強調一下 就稍微擦一下 齁擦一下 其實導電高效能有很多啦 導電高的效能有很多 然後這一條呢 大部分的功能是在這樣子 齁 取缺的這三個 然後呢 如果說是價格的話呢 這導電高一條都是150塊 它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都可以找到 像這種天氣在家裡 保養電捲是最好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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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